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个520赖清德的讲话非常诡异 我说不是他讲的内容 我说的是什么诡异呢 是个美国的表现 中国的表现 这个所谓的演讲稿 美国人一定是提前知道的 那他为什么就让他宣布台独了呢 这就等于宣布台独了 其中里边提了三个名称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和台湾 这实际是提到了国民的更改 那实际是已经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 那这个美国人不知道吗 这个白纸黑字写的 这已经是落在纸面上台独了 那为什么美国人不动手去干预呢 他怎么就判断出来中国 听到这份演讲稿之后不做反应呢 他是拿什么判断呢 难道像普京讲的中国内部是真的有判断 所以才会将中国的俄国的情报交给中国呢 中国人真的就不知道内部真的是有判断吗 那美国人是怎么判断中国大陆是不会动手的呢 是吧 难道是中国内部真的有判断吗 今天咱们想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美国人是怎么判断中国大陆不会动手 赖行德怎么敢讲这种话 你说这个正常人他得判断一下吧 我讲完这句话会不会这么有生命危险 是吧 咱们先看美国人现在的表现 美国国防部宣称敦促中方别借机升级太行事 中国外交部是接二连三强力反击 包括中国中央媒体我看了连续三天 没停过就批台湾赖行德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在统一思想 中央尤其人民币日报发的算是最后通牒了 基本是中央正在统一思想准备武统 但是武统的时间可能就是在他任期这四年内 赖行德绝对是要玩吧 咱们说中国正在统一思想 那一定是内部各利益团正在什么 有的利益集团不想打 反正这个损失是你中国老百姓的 我们利益集团该挣钱挣钱 很多利益集团现在不希望打 所以现在中国内部是斗争非常激烈 可能这个 我为什么不在当天就做节目 原因就是有人直接提醒我 可能当天就要删 真的是要删 你可以想想这个压力 赖行德520当天就职 这个布林肯 美国布林肯立刻就祝贺 那就说明咱们判断一致 美国人绝对提前就知道这个内容了 说期待与赖行德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共同利益并维持台海稳定 你看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做了表态 说欢迎赖就职演说提到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同时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没有改变 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不支持台湾独立 说希望以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就说美国人现在这个表态 和赖行德的讲话 咱们感觉 大陆人感觉 是吧 和美国人感觉 完全两个 两个感觉 看到吗 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搞太毒 但咱中国大陆人 好像感觉太毒了 那到底是差在什么地方呢 我直接告诉大家 差点 就差在宪法 就差在宪法 赖行德确实是在他演讲稿中 提到了台湾 但是他在宪法中没有改 也说 为什么美国人判定中国大陆不会动手 因为实际就差最后一步了 修改宪法了 赖行德在他任内会不会修改宪法 咱不能确定 但是美国人现在咬死 就是只要不修改宪法 大陆就不会动手 没毛病吧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中国大陆这边 正在犹豫的 主要就是 反分裂国家法 应该是根据台湾地区 进行重大事变 比如说修改宪法 这个事件 其实他提到三个名称 其实就已经是赤裸裸态度了 这事绝对不简单 但是美国认定是 你只要不改宪法 你随便讲 你随便讲 大陆肯定是不 中国人肯定是不接受 但是美国人现在看 你只要不改宪法 他就认定中国大陆 可能大家忘记一件事 就是赖清德演讲之前一天 中国大陆的官方 就是军方和美国的广部长 中国方 中方是一个副职 和美国的广部 应该进行了磋商 实际就是在谈 那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现在看 美国方面应该是咬死 只要没有法理态度 也就是说不改变宪法 他就认定 这个事情就不是台独 当然赖清德520这一天 发出台独挑衅言论之后 各方其实都是在做回应 包括大陆方面已经是确认了 他就是个典型的台独 谋独现在看 有没有机会继续 在这四年内继续的 所谓的洗涤老百姓心灵呢 实际这个 他很阴啊 你看他那个言论里边 你不仔细分析 如果不懂背景历史的话 什么164几年的 不懂历史的话 可能真的就被他骗了 可能真的就被骗了 很多不知道 那个164几年台湾是什么 是原住民 汉人 那个时候实际都是算是 荷兰人的奴隶 实际呢 连衣服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啊 这个很多台湾人啊 根本就不了解真实历史 所以很容易被骗 大陆有可能有一些 河董派也是被骗 所以大陆现在我觉得 也没有更好办法 也没有更好办法 所以必须通过 官方媒体频繁的 我觉得这种警告 实际就是在以征视听 原因就是他非常有欺骗性 这个日本现在叫嚣 尤其是对中国叫嚣 要求中国必须恢复 所谓的对日本免签 你可以想这个霸道程度 包括日本还舔脸向中国提抗议 抗议什么呢 说中国驻日本大使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要驱逐出去 日本人倒打一耙 他做的这个 尤其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 例行发布会上 先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针对台湾情形 称其为分裂中国的阴谋 然后呢 说日本人民将带入火坑这事 说急不恰当 日方要求他要求强烈抗议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周一举行作弹会的时候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作弹会上就表示了 日本一些人持续鼓噪 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歪曲解读中方队台大政方针 肆意渲染武力攻台 竭力煽动恐慌情绪 这就为什么我说我的这个很多武统的节目可能被删的原因 在大陆早就被删了 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就担心很多媒体朝武力统一台湾 被外国人利用 外国人就是这些日本人美国人利用 你这武力攻台这个事就说你要攻台 所以大陆现在就极力的否认 但是现在看没用啊 赖星德现在是玩的很溜啊 你说人家说的已经是再直接不过这台国了 你有什么办法 说个别政客甚至扬言要为台而战 然后吴江浩说 中国政府在台湾的立场上是一观之 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计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努力 他讲这个话以言论 是520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等于是交接一事 日方派了30名议员 对台独势力的公然力挺 另外他在会中表示 30多名国会议员扎堂赴台 公然是为台独分裂撑腰 吴江浩说这么说的 原话 如果日本将自己绑上分裂中国战车 日本民众将被带入火坑 这句话听起来刺耳 但必要说清楚 勿为言之不语 已经是最后警告了 显然中国驻日本大使这种警告 日本方面不接受 日本人在台独问题上所作为 中国人都知道 对于中国驻日本大使的警告 实际是搓痛了日本人的弱点 日本林方正回答记者说 我们认为派驻东京的大使 发这种言论是极不下等 我们力要求他立即 尤其是提出强烈抗议 重申日方立场 而且东京希望和平解决台本地 林方正说 日方希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 会抓住机会 强烈的敦促中方 可以看这种资本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谁就是骗吗 资产阶级两面性 日本提出所谓抗议 其实是到达一把 他一直在吵台本地 而且是我可以百分之一确认 日军是绝对要进入台湾的 而且一旦开打 美军和日军都要参与台湾战事的 日本人与其说是现在看 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他就不能支持中国统一 没有什么和平统一的事 更不要说什么武统 他一定是跟中国打 台独势力实际就是由他们怂荣起来 中国现在大陆 我觉得现在在统一思想 咱们一定要注意 中国大陆在统一思想 实际就准备打 当然这个 我觉得整个台湾问题 如果是日本人接入的话 那就是说二战的 我觉得日本等于是 又重演了一次二战战败 他作为一个战败国 干涉战胜国的内部事务 实际是二战整个结果当中 已经确认的就是 完全可以对这种战败国重新驻军的 中国驻日本大使这种警告 其实就是明确警告日本 有可能是遭到打击的 更不要说 咱们说日本右翼 其实就是纯粹于动 想要动军事这张牌 其实台湾就是他们的一个 重新再武装的一个机会 实际是这种狡辩 其实没意 中国老百姓 其实根本就不会听你狡辩 你看俄罗斯根本就不听 中国人可以学俄罗斯人 压根就不听日本人怎么讲 主要看你怎么做 必要是个就一巴掌过去 当然还是看赖清德 赖清德咱们中国大陆给的定性 是叛徒吗 民族败类 我觉得这历史上还真没有 蔡英文都没有这种待遇 赖清德是上台就有这待遇 说白了 中国大陆已经是在做统一准备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四年 其实正好要过27年 27年就是解冠军建军100周年 我觉得在建军100周年之前 解冠军是一定要动手的 赖清德要做好惊刀骇浪准备 日本人也要做好军大军 我这提一个 很多人不知道一个点 中国的红二灵可能 赖清德包括日本 为什么现在很牛逼 包括菲律宾 为什么心心念 就是敢跟中国这么横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中岛 美国人将中岛已经部署在一岛链 我也算过账 我觉得日本人 菲律宾也算过账 就是中国要想打掉这些中岛 你像比如砸一万吨 一万吨的钢铁 导弹 砸一万吨的钢铁 打掉日本那些基地 他算过一万枚导弹 那也得一万吨 那一万枚以上的导弹 你可以像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他算过中国没这个能力 如果按照弹道导弹打的话 他没这个能力 什么有能力呢 轰二灵 那既然你把这个中岛已经部署的一岛链 那 轰二灵 完成这个任务 成本是大大净利的 轰二灵完成任务 实际就用不上这个 咱们说能飞两千公里 这种高昂的导弹了 我像俄罗斯一样扔这个质导 能达四百公里就足够了 第一 有曲率 达四百公里就可以了 顶天一千公里 这个东西成本很低 而且轰二灵可以重复使用 可以想想如果轰二灵 我觉得轰二灵会加速面试 这样的话 让日本人和菲律宾彻底意识到 他打常规战争是没有赢的可能性 实际包括赖兴德 包括菲律宾 包括日本都在打一个侥幸的心理 什么呢 就是中国看俄国战争就是 中国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这些岛国 我觉得这个心态 中国的轰二灵出现之后 他们就彻底崩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